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一個物體連斜面下端向上滑行 當然這個向上是斜向上滑行 停止以後再往下滑 到達遠點 過程中除了中立以外 它也受到中立 它還要考慮摩擦力的影響 下列關於此運動過程的虛速和升級 這物體的話 它在運動的時候受了哪些重力 就是受了那個重力 還有斜面給它的重力 斜面給它重力可以分解成摩擦力 那摩擦力的方向 跟它運動的方向相反 還有什麼呢?還有正向力 如果是它往上滑的話 摩擦力的話就往下 它如果往下滑的話 如果往下滑的話 這個摩擦力就往上 當然是斜向上 這是動摩擦力 我動摩擦力 這是重力 那我們來看看選項 我們看看A選項 A選項 像它說這個上滑時 加速度向下 如果是上滑的話 上滑的話摩擦力是往下 代表是斜向下 還有什麼呢? 它有這個重力 重力在這個斜面方向的這個分力 也是斜向下 所以它的焦度是向下 所以它的焦度是向下 它如果這個速度往上的話 焦度是往下 摩擦一下是對的 上滑及下滑 焦度大小方向 冰相反 這錯了 就上滑的時候的話 它焦度向下 下滑的話呢 焦度也是向下沒有錯了 因為什麼? 因為它是往這邊運動的 不過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它跳入會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的話 重力比較 重力的話 是往下 摩擦力往上 只是重力的話呢 會比較大 如果重力比較小的話 沒有辦法越過最大均摩擦力的話 那麼它有可能什麼呢? 可能禁止 或者也有可能等速 不過這機率比較小 它如果等速的話 焦度就等於 不過它的焦度 跟它的焦度一定不會一樣 就是了 它如果有焦度的話 它的焦度會比它小 所以比這個選項的話 也是錯的 上滑及下滑 所說的摩擦力方向相反 這錯 一個是往下 一個是往上 這個錯了 上面看第一選項 摩擦力大小 正比於速度大小 這個也是不對啦 摩擦力的那個大小 動摩這個大小 跟正相比成正比 所以這個也是錯的 上面看一選項 一選項它會說 下滑的時間大以上的時間 這個對 為什麼? 因為下滑的焦度的話 比較小 就是說 它從這裡的話 從最底端 然後往上跑的時候的話 它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速度 都比 它往下的時候 同樣位置的速度 要 就上去的速度會比較大 下的速度會比較小 所以的話呢 下來時間會比較長 上去的時間會比較短 就同一個位置 你可以 就同一個位置的話 上去的速度比較大 下來的速度會比較小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 能量呢 用功能原理好了 功能原理的話 就是說 同樣位置的時候的話 它上去的時候動能比較大 下來的時候的話 它動能減小 為什麼? 因為它上去的時候 那個摩擦體給它做呼功 上去做呼功 下來也做呼功 所以呢 這物體在同一個位置 同一個位置 上去再下來的話 摩擦體給它做呼功 所以在同一個位置的話 它的動能會比它動能小 所以下來速度比較小 上去速度比較大 所以下來時間也比較長 上去的速度比較短 上去的時間也會比較短 所以大家應該選A跟E 所以大家應該選A跟E